在台湾消息 我們看這個月16日就是休休中央節 按照最新的統計 目前全國100歲以上的 這個人雖然瑞 總共1399人 比今年更加176人 當初有那是創新館 其中台北市上街街 上多歲中夥是 大地高雄說今年已經17歲了 全台灣年紀最大人 雖是這位阿嬤王中蘇珍 今年1817歲了 有她的親人是她的兼婦 也在90歲了 她沒有前就在高雄 一間雍農園 大家都叫她姥姥 姥姥她是那個 因為她現在比較虛弱 沒有辦法自己生活無法治理 那都是靠我們照顧員 我們的工作人員 護理人員大家幫忙照顧 那平常都會昏睡兩天 那醒一兩個小時 給你前往表現 姥姥沒有前身體也算健康 一百歲時 可以自己買菜 煮菜 保持她 預述很多 怎麼包 從怎麼貨麵 怎麼剁菜 她會講 講得很詳細 讓我們很吃到 讓她說 她覺得她傳承那種感覺 根據來進步的統計 目前全台灣百歲以上的人數 有1399人數創下新冠 其中十八有441人 十八有958人 十八是十八兩倍以上 來進步中更進化標示 百歲人數量越來越多 標示我們台灣社會醫療衛生 跟社會經濟進步 不過台灣進入高零化的社會 老人人口越來越多 台灣已經是全球老了最快的國家 所以老人口越來越明 也會有政府 有關等級照顧 10名各位 還有老人口越來越修法 這些都不會擋蛋 記者 綜合報導 多久